全油管最快新闻,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厅长罗海山在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有关2022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。 这份报告揭示了广西高校科教振兴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。 审计结果显示,多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,部分高校的科技项目立项未能突出重点,同时还存在大量科研项目节约资金长期闲置的问题。 通过该报告的发布,广西相关单位和高校因引起重视,加强科研项目管理,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,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 最先知小天下事